我想到我爸媽的時候 我就會拿起來然後吃一片 然後我就看到他如果快吃完 然後我就想說我爸爸 味道快沒有了 怎麼辦 那時候是煙給我 然後我帶了一罐回家 後來我爸就生病過世了 這是他爸爸唯一留給他的東西 他捨不得吃碗 其實我跟妹聊天的時候 就是我會感覺到 比如說他可能跟阿滴有時候吵架 他也會打電話給我 但他不是很輕易的找我抱怨那種 可能他這個快過不去 他就會講一些東西 那他講的時候他就說 他哪裡都不能去 我就說那你來我家 就是你 為什麼 哪裡都不能去 沒有 他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娘家 我有時候吵 可能有些人吵架 他會跑回娘家 然後沒有娘家 真的這句話很可憐耶 對啊 是不是 有一次他讓我印象最深刻是 我去他家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默默的就是 找一個地方然後坐在地板上 然後前面有一個桌子 然後他就突然間拿出一個醃醬瓜 就是有一個薑片還是什麼 對 柏朗咖啡的罐 然後他就拿筷子在那裡吃 他就坐在地上自己一個人吃 而且也沒有要跟我分享的意思 然後我說你很喜歡吃這個 他說這是他爸爸 唯一留給他的東西 他捨不得吃完 生前留給他 天啊 他捨不得吃完 然後他就一片吃完兩片 他就蓋起來 他說我不能請你吃 因為這是我爸爸留給我吃的 最後的味道 好可憐喔 這真的很難過耶 美 你也太 然後我就從那天之後 我就覺得天啊 他怎麼會有一個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很大方的人 他說拿去啊 拿去啊 什麼東西都 你吃啊 拿去吃 可是他就是那個東西 他沒有要分我分享 所以那個醬瓜還有嗎 在冰箱裡 可能還一點點霧 放在冰箱裡面 就是放 因為我都把它藏起來 很深處的那種 因為我不想要打開的時候 就看到那一罐 因為那柏朗咖啡 是我爸爸泡完咖啡之後 洗乾淨 然後 因為客家人嘛 他自己會喜歡淹這些東西 所以他那時候是淹給我 然後我帶了一罐回家 然後就後來 我爸爸就生病過世了 所以那就是我爸爸 最後留給我的味道 喔 對 所以我只要每次 就跟我老公吵架的時候 或者是我想到我爸媽的時候 我就會拿起來 然後吃一片 好可憐喔 然後我就看到他 如果快吃完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我爸爸 好可憐喔 味道快沒有了 怎麼辦 好可憐喔 所以這個故事就 這個東西的畫面太強烈了 就一直在我的頭腦裡 他就是一直都有點 就是他不管做什麼事情 我都會看 想著那個畫面 我就不跟他 就不想跟他吵架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他就常常 常常就讓我覺得他 就是很辛苦 就是然後我就想說 我婆婆煮的菜 可能他會喜歡吃耶 所以我就說 那不然你過年來我們家過年好了 就是你回娘家的那天 你就來我們家過年了 因為每次過年 我不喜歡過年 對 可是我 妳是說特別到初二的時候嗎 對 因為我不知道要去哪裡 對 妳自己也是要把我們逼哭 是不是